我們大概就是做102的變化題 然後跟相簿的部分有關係 當然我有分享一些有關Google地圖的一些相關經驗 當然主要 其實就是 只是因為我覺得出去玩你就總是要記錄一點東西吧 就會把一些照片拍一拍 然後一些心得寫一寫 然後這樣記錄下來 其實也累積了不少東西 未來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做成PPT 做成簡報 另外的話呢 104這一題我們上禮拜有把它做完 所以今天的話呢 今天接著繼續來看106 那影片部分的話 在這邊 那回去的話如果有問題 當然如果你課堂上不方便發問的話你也可以在YouTube下方 發問題也可以留言都沒有關係 OK 那我如果看到你們有問題的話也會在這上面 就回覆了OK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接著繼續來看第106 所以呢 在我們那個 雲端上面 雲端還蠻好記的 GG.GG 斜線 PPT ToExcel OK這個網址 你以後把它記下來 反正我東西都放這邊 其中以前的話是PPT 其 那期末的話呢就是Excel OK所以就是PPT 剛剛好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呢 我們 第一個單元在這裡 那 題目檔在這裡 把它展開來 那練習檔自行下載 解壓縮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首先 Delay的話呢 題目稍微比較簡單一些 裡面大概就是 我們會學會哪一些 包含就是 如何新增投影片 如何套用版面配置 其實版面配置 它考還蠻多的 那如何複製投影片 等等的相關或者從大綱插入外部的一些投影片 比如說可以插入一個文字檔 插入一個 像106的話是插入一個Word檔 比如說你把一些大綱打好 在Word裡面打好然後呢直接可以把它放到 這個PowerPoint裡面 另外的話佈景主題和範本 今天也會講到範本 什麼叫範本 那另外的話呢還有投影片的大小設定 還有呢 它的方向有直的橫的也可以做一些調整 諸如此類 那我們陸陸續續呢透過那個題目 來跟各位做說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我們把那個題目打開來 106題裡面你會發現這裡面總共有幾個檔 第一個的話你會發現 它給我們的題目檔蠻特別的 它是PPD 01 點什麼呢 其實它的副檔名 特別重要 理論上應該是 P 應該什麼 PP7才對 X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它這個是POT POT的話是範本 特別之外 所以將來呢我們不能用這個 當成是最後我們存檔的檔案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另存新檔 OK 第一個 這個檔案是範本檔 那 第二個的話呢 旁邊有個什麼呢 所以你郵票放上去它應該會顯示 有沒有 這個是類型 有沒有 它是 PowerPoint的範本 特別之外 範本跟一般的 這個PPT檔案還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有一個是Word檔 把它打開來 那你會發現呢這個Word檔裡面 就是放這些 什麼 有關查的相關的介紹 那如果說我今天在Word檔好的檔案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 這個檔案裡面的資料 全部 再放到哪裡呢 再放到那個 這個PPT裡面 這個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是你會想說